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于2月21日表示 俄罗斯绝不会屈服于西方将其分裂的企图 大多数俄罗斯人支持他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普京说 西方正在支持反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叛徒 并感谢俄罗斯人支持莫斯科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勇气和决心 普京表示 他理解在乌克兰战死的俄罗斯士兵亲属的处境有多么艰难 并表示他将通过一项新的专项基金 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普京在俄罗斯议会对立法者说 我们都理解 我理解现在对于那些培养了对祖国有价值的阵亡士兵的妻子 儿子 女儿和他们的父母来说 这是多么难以忍受的艰难 我认为你感谢俄罗斯 我认为你感谢俄罗斯 我认为你感谢俄罗斯